我們一直都有在討論 就是把一部分的遺產捐出來 用作公益使用 主要是因為說 我們非常非常謝謝所有的台灣鄉親 在這段期間 對賴小弟命案的關心 還有對於賴媽媽的加油跟打氣 我們都非常非常感謝 那也希望可以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之內 來回饋社會來感謝每一位台灣人 那也希望可以不要再讓這樣子的悲劇重複上演 許律目前針對要捐多少 或是要捐哪塊地有一個明確初步的想法嗎 不好意思 這一塊倒還是沒有明確初步的想法 就是說如果是要直接捐土地也可以 或者是說用不動產信託的方式 或者是說成立公益基金會的方式 這個各種選項我們都還在考慮當中 許律那如果說成立基金會的話 是不是說賴媽媽有個初步的想法 是想要幫助哪一部分的這個受害人這樣子 我想主要就是不要讓這樣子的悲劇再重演啦 就當然一方面就是說 因為我們家屬在這個整個司法的偵查當中 有感受到其實蠻深的無力感 不管是說見識過程中的疏失 或者是說法醫過程解剖報告中的這個不透明的情況 那這些都是我們都希望可以從法治面的方向去做改善 對那這是一方面啊 那當然您剛剛提到就是說 另外一方面的目的 就是說可以讓大家更加的關心這件事情 就是非常謝謝老師啊 因為老師有把這個賴小弟的畢業證書送給媽媽 那也有把同學們的卡片帶給媽媽 那也都是給媽媽非常大的鼓勵 許律是因為媽媽說這些東西之後才有今天這樣的決定嗎 那是就是如同我剛剛跟各位報告 其實我們在之前就有考慮過這件事情了 那只是說今天才做成這樣子的想法 喔當然啦 因為這件事情的前提就是說賴小弟命案的真相能夠大白嘛 那也很希望檢警是可以繼續努力的幫我們把真相找出來 那其實只要我們並沒有說他的結局一定要是怎麼樣 而是說這整個過程之中能夠把家屬提出的疑點 那一項一項用證據來跟我們說明說 為什麼檢警的方向可能是這個方向 但可能我們想像的方向是另外一個方向 那我想如果說檢警可以給我們把充足完成證據提示給我們看的話 那我想家屬其實都是可以接受 我們並沒有一個既定的版本 就是說一定要怎麼辦我們才會滿意 並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整個過程之中感受到一種比較沒有辦法充分看到證據 然後覺得有一些些不透明的地方 那我們希望這部分是如果可以改善的話 那可以拿到遺產 那當然就是可以把我們這個公益回饋社會方式把它完成 之前大家關注的是因為要等到這個婚姻無效之訴之後 才有可能來談論這個接下來繼承遺產的部分嗎 那之前所遞出的民事訴狀要申請婚姻無效之訴 已經有新的進展了嗎 這個已經有預定下一次的停期了 是是是那我們就是會按照法院預定的停期 然後進行相關的訴訟這樣 那關於就是這個命案的這一部分 昨天我們申請新的六項證據調查 主要就是針對就是我剛剛跟各位報告的 在解剖的報告裡面我們發現的疑點 那希望可以再做進一步的探究這樣 對 那這部分目前講的關是還沒有對我們做出任何的財事 許願包括那個出血量你可以再跟我們說明示嗎 出血量的部分是這樣 就是說人在還活著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心臟會跳動 那如果說心臟會跳動的話 我們人體上如果有任何傷口 那我們血液就會大量噴出這樣子 好 但是如果說我們已經是死亡的話 雖然會有傷口 但是我們這個傷口血液就是慢慢的流出這樣 所以生前造成傷口的出血量一定會比較大 死後造成的出血量一定會比較小 這是因為心臟已經停止跳動的關係 那麼如果是從高樓層墜落的話 那麼按照一般法醫學上的一般看到的情形 都是它的出血量會在2000至3000CC左右 這是一個合理正常的出血量 但是我們在解剖報告裡面 看到的賴小弟的出血量是遠低於這個數字 它大概只有800CC左右 那所以我們認為說 如果只有800CC的話 那很難夠去認定說 它是生前墜落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不管是從高樓層墜落 或者低樓層墜落 但重點是它是死後才墜落 那如果是死後才墜落的話 那這件事情就是一定有兇手 一定要往它殺的方向去偵辦 大概是這樣 還有一個防禦傷的那個傷口 可以幫我們說一下嗎 什麼告訴你 是這個是當然也是請教 包含高法醫在內的其他醫療專業人士之後 那我們就了解到說 因為人在往下掉落的過程之中 基於人體的本能反應 一定會想要用手去護住頭 或者用腳去保護自己的身體 那就是很正常的反應 那這個時候就會形成所謂的防禦抵抗傷 防禦抵抗傷指的就是說 在我們用手或者用腳 去保護我們自己的身體的時候 手腳會有擦傷 那當然更嚴重 因為它從高樓層墜落 它一定會造成骨折的現象 但是在法醫的報告之中 明確是講說沒有明顯的防禦抵抗傷 那四肢的長骨 就是手腳的長骨 也都是沒有骨折的現象 那這個就很 我們認為我們的推論是說 這代表說它掉下去的時候 它已經是沒有意識了 所以它不會根據人體 自然本能的反應去防禦自己 因此不會有防禦抵抗傷 四肢手腳也沒有折斷